在忙碌的生活中,体验田园忧情,同时也找到慢活之道。 这次大高雄佛教会所举办的巴萝卜活动,美农区长谢贺林也表示,参与这场巴萝卜的体验,一方面回归田园之乐,同时也将地方的特有名产带回去品尝。 这片萝卜园没有撒农药种植,美农当地萝卜的特色就是香味浓且鲜嫩,现在正直旺季,欢迎民众可来美农采购,同时带动当地的农产业。 很高兴,我们这次大高雄佛教会举办一个美农白玉萝卜的活动,也利用这个机会,可以各个我们的宗教团体大家可以联络感情, 交流,那我想我们现在现场有很多的,我们的信众,我们的大德,来到这边。 当然,我们更感谢这次大高雄佛教会在我们8178的时候,给我们大高雄一个市民,一个祈福的活动, 让这个三行一己,让我们的受灾互、灾民,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的温暖。 那这次,我也请代表我们高雄市政府,感谢我们的宗教团体,大高雄佛教会举办这个活动。 那当然,他们的利盈也增添我们的美农的光彩。 那也借这个机会,我们这个时候的白玉萝卜是品质是最好的时候,我想直递细嫩。 那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大高雄的市民朋友,或我们全国的朋友到美农一游, 那也可以采购我们当地乡亲所生产的白玉萝卜。 白玉萝卜不用削皮,口感清甜鲜嫩,充满浓郁的萝卜香气, 不论是腌渍、鲜炒或煮汤都很好吃,也许是美农的水土条件特殊, 这是一般市场见不到的美味。 白玉萝卜的小小身影,在农家的小菜园和腌渍蚌冠里流传的百年, 成为家家不可或缺的食材,透过美农萝卜祭活动被大众来认识。 法节新闻吴庸曲,高雄采访报道。